静灵的女儿,还有玉兰的女儿 就是她们现在都还蛮不错的生活 跟被教育的这样 那尤其是玉兰她 她这边有看过儿学 我也给她的现在的丈夫 她第二世的丈夫也一起看 那我有时候去群回诗文记的时候 我也邀请她们一起到上 跟一般的民众分享这样 那我觉得她们也是觉得说 这一个故事虽然是很悲伤的过去 可是她们也是蛮支持的 然后也希望能够更多人 去关心我们的这族群